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唱响《王者归来》特别节目 但愿人长久 4月5日 6日 天津卫视 隆重巨印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她的歌是我们在女生宿舍 有一同学说 我这里有一个磁带什么的 大家就听 从此以后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要听到三点 你却引我到一个梦中 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 若是你早晓晨晚来 收获了特别多 夜来笑 会为你歌唱 把第一次别花的造型奉献给我们《王者归来》特别节目了 我心像东方的温暖太阳 特别节目 但愿人长久 广告回来 精彩继续 敬请收看特别节目 但愿人长久 欢迎大家收看天津卫视 王者归来特别节目 但愿人长久 我是主持人温雅 今天我穿得非常的隆重 因为我的搭档是乐坛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让我们欢迎林峰大哥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两位都是身着非常的隆重 我穿着旗袍 你穿着燕尾服 我们的节目叫《但愿人长久》 何日君再来 我们就会联想到一个人 她是一个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般的迷幻女子 她是亚洲乐坛的巨星 她就是邓丽君 所以今天在这里 其实我们为了纪念她呢 和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她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她所穿过最惊艳的造型和礼服 我们今天呢 也是请到了一位非常有名的甜歌天后 杨玉莹为我们带来甜蜜蜜 有请 甜蜜蜜的甜蜜 有请 就是 超开了很多人 所以现在对我们很感觉 对我们的部分人是说 嗯 也就是 你说老实话 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听她的歌 我看她的这次是想听她 我就会忘记自己 那这次一定来到那里面的故事 那我们也就特别感慨 我还有勇敢地参加她的歌 我们各个随便 所以秘密 就我来说 我是最高兴的 想跟 Verantwort一下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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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尘封里 开在尘封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她在梦里 梦里 梦里见过你 是你 是你 梦见的这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还在梦里 梦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她在梦里 她在梦里 我一时想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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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直是优雅女神 而且我觉得对于她的优雅 我只能忘其背 你记得你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她的歌 是我们在女生宿舍 就是一群我们示范的女孩子 然后有一同学说 我这里有一个磁带 大家就听 从此以后 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要听到三点 然后早上起来上课都打可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 邓丽君美好的歌声 就种在我们的心里 一直到现在就是开花结果 你们看邓丽君 是一个传说的年代 一个传说的歌手 传说 他有陌生感 我因为和她在一起 我们一起工作 一起同事 一起天涯海角 所以我没有觉得她是一个大美女 我只觉得她是一个可爱的妹子 每次想念她的我就唱 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 我和王断遥远的云和树 经常这样唱这个初音 多数的往事 看重数 你要你在何处 太棒了 后面更棒 我难忘 你爱人的眼睛 我知道 你那沉默的情谊 你沉默 你沉默我到一个梦中 我去在别的梦中忘记你 啊哈 我的梦和遗忘的人 啊哈 是我最初祝福的人 终于我灌溉这枪尾 却仍 却仍 又乱枯尾 我从他没中 刚刚里风大哥讲了 他生活中呢 是很甜美可爱的妹子 用这个词不是说天后 证明他生活中真的很可爱 但是我的印象当中 舞台上呢 他是非常多变的 他在不同时期 会有很多很时尚很潮流 在那个年代 真的是引起蜂巢的造型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是请到了 有七位非常优秀的歌手 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回顾 她在舞台上曾经非常引领风潮的时尚造型 第一位让我们用掌声有请陈佳 你好 大家好 陈佳你自己喜欢这个发型吗 其实这个发型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尝试 小的时候都是趴在床上看邓小姐的这场演唱会 当时就觉得这个发型非常的特别 假设你现在就是邓小姐本人看到了你的挚友 你有什么话想问她或者对她说的吗 我记得小时候看邓小姐的这场演唱会 就是林峰大哥主持的 那么邓小姐先唱了几首歌 唱过之后邓小姐说了一句话 下面有请最丑陋的林峰先生 以前我的确是长得不英俊 名震动那样所以我就自我嘲弄 就广东我到香港以后他们给我取个名字叫鬼马哥 鬼马哥王猴鬼马 那么我们刚开始不了解就是为什么叫鬼马哥王 其实它的意义是古灵精怪反应很快 后来我就自我嘲弄一下 就是长得又像鬼又像马 其实我听说这个演唱会还有个小插曲 邓立真其实是在快开始前三个小时才决定要输这个雷鬼头 这里呢其实我们也有一段视频来看一下当时的演唱会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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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I 我们要吃一朵的吃饭 心想要我永远千年 像一股心里追溺的思念 心想要我永远千年 刚刚其实港江姐和林峰大哥 两个人在看视频的时候 情不自禁地对唱了一首歌 我在这儿听得很过瘾 但是我觉得观众也很想听到 所以现在我们不如两个人 重温一下刚才的这个画面 来掌声在哪里啊 天窗 封堂 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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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来到两一地面前 你千万要把我摇弃在心间 要等待救我 要耐心等着我 心啊 我心像东方的温暖太一样 我怕你很意思啊 你千万要把我摇弃在心里的心里 你千万要把我摇弃在心里的心里 你也陶醉了吧这个 哎呀 太美了 其实你们俩刚刚这个完美对唱 刚好呢 就给我们陈家做了一个铺垫 因为她的这首歌呢 叫《我和你》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我和你》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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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夏夜里绵绵细雨 你听到秋冲它轻轻在雨淡 连续花开雨 我的平凡四月里有两个你 显得传门过你 我衷心里谢谢你 我衷心里放过来 我衷心里 如果没有你 给我爱的滋味 你的声音将会湿起 我衷心里套着你飘落 春夏夜里绵绵绵绵 你听到秋冲它轻轻在雨淡 你那不是好甜蜜 我的平凡四月里有两个你 我衷心里冲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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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衷心里冲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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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雪白的婚纱 还是很爆炸的雷鬼头 她都能够驾驭自如 这可能跟她的气质也有关系 但是说实话 女明星造型 其实也会借助很多的道具 港尔姐自己有没有比较喜欢的道具 有的有的 散裙啊 散裙 对 砰砰裙那种 高跟鞋啊 那是不能少的 这个倒是 越高越好 其实呢 像我们的天后邓丽君小姐呢 她也有非常钟爱的一样道具 是什么呢 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歌手来我们揭秘 让我们有请赵雅萱 大家好 好香啊 天呐 各位老师好 她的MV应该是快结束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造型 她在那个火车站 戴着这个帽子 穿了什么 她就觉得很清纯的感觉 她就回到了笨丽君的那个时代 九岁的时候就开始 喜欢她的歌 自己就在家里去做业吧 突然就是 当时你们也听到她的 我只在 当时就被电倒了 但是现在 听到还是会觉得 比如说会发出感慨说 太好听了 可能就是因为她的歌和她的人 人歌合一了已经 就达到那种境界 让你觉得 她的每一首作品处理 都是觉得 让你觉得太完美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她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一生我可能都会 去传承她的这种文化 精神 包括去延续她的一首生命 刚才我看到雅萱走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款款的走来很美 就是有一种女郎的感觉 我觉得她就有很有那种女郎的感觉 真的是 但是 是 但是我一想 如果上面坠满了花 那首歌就会变成 晴晴阳流风 你看看 你看看 穿上的安美强模样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帽子 我非常喜欢这个帽子 这个事物 很别致 雅萱你觉得 你穿上这身造型 在照镜子 真的有没有被自己吓到 我怎么那么像 我第一次 我以前他们说 你好像邓丽君 我从来没有觉得特别像 但是今天 我感觉我戴着帽子 然后穿成这样 就觉得很像生活中的她 邓丽君小姐 她在生活中 以及她的所有作品当中 都出现了很多惊艳的帽子造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不用等眼 不用嘴角 长发脾气不好 不要叹气 不要皱眉 听我说说笑笑 有一句话 面对笑容 她们笑着烦恼 管她失恋 管她挫折 也要面对微笑 姐看我快快乐乐做鬼脸 姐听我嘻嘻哈哈说笑话 情也好 那家也好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觉得 就像港安姐说的 你早期的很多造型 也是戴着帽子拍的 对对对 茶山情歌 是啊 是你自己喜欢 还是当时的造型师建议你戴 没有 其实最早的时候 并没有造型师 然后我们也是跟着学 比如学邓丽君 学其他我觉得好的漂亮的造型 所以你现在看原来自己戴帽子的照片 会有一些害羞吗 嗯 我觉得 很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我觉得好可爱好土 好可爱好土 对对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 哇 哇 还好 还好耶 好可爱哦 实际上我也是非常喜欢帽子的 嗯 非常的喜欢 而且很奇怪 为什么红配绿被你配得这么好看呢 这也很神奇 哇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女孩子戴这种 稍微略显中性的帽子也蛮好看的 嗯 这个都是 你像我们在座 很多女孩子都会戴的这个帽子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就是女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伴侣 可以帮你遮风挡雨 可以照顾你 不如这样 我们都到台上去 我们来 用这个帽子来试一下 拍出自己的感觉 好不好 来来来 感恩姐有请 有请洪洪大哥 哇 好好看哦 来来来 往后带一点 很漂亮很漂亮 很好看 放一首邓丽君的歌 然后让我们的感恩姐 从后面款款走来 好不好 来 好吧 你来 你为什么独自排行在海带 你啊 你啊 难道不怕 大海 就要 西风 你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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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海又飞翔 等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Michael Jackson的帽子上有花 其实帽子真的是能改变我们的心情很多 今天呢我们看到戴着帽子的亚轩也是非常的漂亮 要在舞台上也要给我们的观众来带来一首邓丽君的好听的歌曲 路边的野花不要踩 让我们掌声送给肖亚轩 送你送到小村外 要去画爱 要加爱 虽然一定是白坏菜 右边的野花 你不要看 你给我的心 你给我的爱 你却要我天天在等待 我才等着你回来 千万不要帮我来帮我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爱要交代 虽然你其实百块菜 楼边的叶花 你不要看 你折我的心 你给我的爱 你却要我天天在等待 我才等着你回来 千万不要帮我来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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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邓丽君小姐的美是高贵典雅 有人说她是甜美可人 但是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造型 就像她个人的气质一样 很自然很大方 其实邓丽君真的有一个小饰品 就像帽子一样 也是非常爱不释手 也经常会出现在她造型里 在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 因为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呢 她会为我们揭晓 让我们掌声欢迎冯晓宁 各位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叫冯晓宁 我是邓丽君小姐的忠实粉丝 邓丽君小姐她喜欢在头上 有一朵花这样的造型 有时候会把花 移到像我这个位置上 那么有时候呢 她会把花移到这个地方 她有一个张特别经典的照片 就是双手和经典 然后呢 用金珠插进去的花 那张照片是非常经典的 所以当中小姐她把花 移到一顿半斤的花生 她今天这个淡淡柔情 淡淡粉红的这个妆素很漂亮 我曾经有发过一个微博 就是也是拿了一张邓丽君小姐的 就是正好是这个妆素 因为我觉得特别能代表它 也是我最想看到它的样子 就是甜美的 温婉的 吃人的 而且我们发现 你的头上别了一朵 很漂亮的花 可能花朵最符合 人们对女性的一种描写 就是娇嫩如花的感觉 所以插在头上呢 其实也会给人感觉 很甜美可人 很可亲 我上次也要突破一下 我也要带朵花 不如现在你就摘一朵 挂在头上 好 我们来有请港儿姐的造型师 为港儿姐别上这朵花 也爱上我为你哲略 也爱上我为你哲略 第一次别一朵花 第一次 把第一次别花的造型奉献 给我们王者归来特别节目了 来 有请港儿姐步入舞台 好 好看吗 好不好看 太本了 太本了 给最佳李斌先生一个掌声 今天你是要呢 小陈故事好不好 我们一起看小黑一段 好的 好的 小陈故事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 你都小谁 你到小城南来 收获了 他别多 看死你无关 听下你 一首歌 来 谢谢 人生境界真伤美 这里已包括 探地一探 舍一舍 小城故事 真不错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小城外走开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你知道吗 你们两个用美丽的歌声 真的诚实了一个成语 如花似玉 真的非常的美 你看 美到我们的大哥 已经忍不住要把你接回来 小宁啊 你刚刚都没有问老师问题 是不是 不要提花的问题 我觉得邓丽君小姐非常善良 对 你刚刚那个动作 脸上一笑 很寒暄 就很像她 谢谢 因为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她每一个画面 无论是视频也好 照片也好 都是甜甜的笑 好像她生活当中没有烦恼 如果不是她的粉丝 可能不会了解她那么多的坎坷 所以我想问林峰老师 您是 邓丽君从小您看她这样长大的 你有没有看到过她 看到过她很忧伤的时候 我有一次就是 伊巴黎歌厅唱了两个月以后呢 就是解约了 为了要向她告别 所以我就等她 因为我是唱前面第二个 唱完以后其实就可以走了 但是我就等她 那么她唱比较后面 等她过来 然后向她辞别 她用眼神在送我的时候 她起来讲话的反应很快 王大哥 这叫王大哥 因为我本姓王 只有那天呢 她看到我以后呢 她的话语出来很慢 看到我低低头 再看看我 好像想起来了 说王大哥啊 有空回来看看我 就是那一句话 她讲完了以后 头就低下来看看低下来 我看她眼里面在冒汗 我那眼里面也想冒汗 我还没冒出来的时候 说英雄有泪不清他人 我说知道了 掉头就走了 那这是我唯一看到她 想哭 没哭出来 邓丽娟小姐这样的女生 真的是世界上非常仅有 特别少有的 因为她 就像一朵向日葵一样 永远给人的是灿烂的笑脸 但是当你看不到她的时候 她把悲伤自己释放出来 从来不去麻烦别人 从来不去麻烦别人 对 而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又把自己的快乐和正能量 再一次传递给你 北国儿女 有侠义之情 小宁 那现在言归正传了 我们舞台是你的了 要为我们带来哪一首歌呢 情人的关怀送给大家 好的 掌声送给你 输上美丽的火 难道 打開的就可愛 歡喜歡喜 誰能明白 時光不停留 雨去不回 你曾經幫我 光不再來 如今我被瞭解 不關天的溫暖 我要珍惜你的愛 不會忘記 時光不停留 雨去不回 你曾經幫我 我已不再來 你曾經幫我 你曾經幫我 不要關懷 我要珍惜你的愛 不會忘記 我從那十五六歲開始 我們一起唱歌 一起還另外 除了沒談過戀愛以外 我們的確有熟 他是一個很狹義的 變造 都慷慨悲哭 就是 他基本上是每次回台灣來 不上別人節目 只有上別人節目 所以他出一套這種 所謂回到傳統找真實 這是我給他起的名字 就是把傳統的這種 所謂中國千年的經典 這個把他變成流行過去 這個創意 使得當時這張片 現在看來 最能留得住的 還是這張傳統的經典 今天我們的舞臺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向鄧麗君致敬的 這樣一個舞臺 所以今天我們也非常希望 能看到楊玉瑩 在這個舞臺上 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的感覺 真的 今天想到自己要在舞臺上 唱鄧麗君小姐的歌 內心非常的澎湃 對 不要澎湃 因為我們大家都會在下面 為你鼓掌的女生 加油 今天要帶來的是哪一首歌呢 特別的為這次的節目 重新編曲了這首歌 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歡那一首歌 曾經無數次在KTV唱起 在心裡唱起 這首歌的名字叫做 《淚的小雨》 希望大家喜歡 《淚的小雨》 掌聲有提 歌聲音 詞曲奇編地 《淚的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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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散满地 哭泣 你哭泣为了分离 分离 分离后才向前不离 我冲破你的爱情 藏在我心底 藏在我心底 就好像 藏起飞 我喜欢缅缅血 血雨里去留你 你情依在我怀里 你却散满地 哭泣 你哭泣为了分离 分离 分离后才向前不离 我冲破你的影子 藏在心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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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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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